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ky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非常大的疑惑 就是我買了包裝修單位之後 現在疫情未來我應該怎麼辦 像今天我就帶大家看看一間單位 包裝修買的 然後這位業主有打算回到來 就可以馬上入住他心宜的單位 即是心愛的單位 或者是他如果真的要隔離的話 隔離回大陸 居家隔離這方面就不用住酒店 直接可以住在他一間新單位 究竟這間單位是怎樣的 待會我帶大家上去看看 而且我之前也有很多香港朋友問我 Jacky 可不可以幫我安排一些家裝服務 我之前在這裡買了一間單位 我也有打算回來隔離 但是如果我沒有一個住址 我就一定要在酒店做一個21天的隔離 現在三條七 但是現在的話 如果是在大陸 或者是回到中山珠海這邊 有一間單位可以自己住 有自己單位進行一個居家隔離的話 只需要七天的酒店隔離 之後的14天一個居家 就可以在自己單位 舒服很多 就不用在酒店坐牢坐這麼久 沒問題 如果你們買了單位 是包精裝修的 你們想要進行一個提前家私家電的入住 我們行為事業大灣區外來 都會有一個家裝服務提供給大家 或者這間單位就算是清水樓也好 我們都會有一個裝修加上加裝服務的一條龍 幫你搞定 你無論是過來隔離或是通關之後 過來馬上就可以自己住 或是你想在香港這間單位進行一個裝修 進行一個出租的 都可以幫你一條龍去搞定這個服務 那究竟今天我們帶大家看的這間單位是怎樣的呢 我們馬上看看 同時這個樓盤 都是一個中山比較出名的樓盤 就是一個中山的介紹大都會 我相信很多的觀眾朋友都有了解過 同時這位業主非常細心 有很多都是自己去挑選的一個傢俬 自己去佈置的 那我們就幫他搞定入屋 那馬上去看看這位業主的單位是怎樣的 那我們現在上到這間單位 我們馬上進去開箱看看 我們這間單位的業主究竟是裝修了 即是加了一些什麼家裝的一些傢俬 還有一些電器 那首先開箱當然要怎樣的 開鎖 OK 那進來這間單位我發現 完完全全是不同了 那我看到進來其實已經是很驚喜的了 這個門後邊就是一個櫃 這個鞋櫃位的話 它會有一個鏡子 讓你自己照一下出門之前 你的穿著是怎樣的 然後這些位置的話 它會有雜物櫃 或者你直接用來擺鞋櫃都OK 然後這邊就是真正我們平時一個換鞋的鞋櫃 它分為幾種的 它一種就是斜的 然後中間這一級就是平的 因為它這裡有插頭有插鬆 OK 然後下面也是斜的 斜位的話它就不會伸得那麼出 它可以是做得我們所說的窄一點 然後因為這一間單位它非常大 是700呎的一個複式 它到兩層的話就千呎出頭 就是做了四房的 所以看到它的一個空間非常大 它放了一張是六人 甚至去到八人都OK的一個餐桌 這個餐桌的話別有動天 它就是業主精心去挑選的 因為這一位業主的話 它就不單是做了一個家裝服務 它還會是做了一個自己的私人訂製 它很多的家師其實是精心挑選自己 選完之後再拼在一個家裝服務上 其實這張桌子很重 它可以拉出來的 因為我不自己一個人搬 那我就不拖花了地 可以過來看看 這個位置的話 隨著它一個開 開和關 這個位置是會有一張桌子在中間一個平面 大約這麼闊 伸出來 就變成一張八人桌子 我相信這一位的業主 應該都會比較多的朋友在中山這一邊 有時請朋友上來吃一頓 如果朋友不上來的 不請朋友上來 就兩個人搶桌子腳 然後這張枝華氏的梳化 都是業主精心去挑選的 它就是一個電動的 OK 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個電動的梳化 我相信這位業主 都是非常非常懂得享受 在這間這麼漂亮的 有中空的一個複式單位裏面 有佈置得這麼漂亮的一間單位 坐在這裏 再看出去的花園 可以看到 如果坐在這個梳化的位置 再看出去的花園 非常漂亮 而且這個樓層我覺得很好 因為它看內緣 它減低樓層 你可以看回去 其實 無論是行出去環藝的單位裏面 都是完完全全看完整個花園的 我們的攝影師姐姐可以在這邊 在這邊的話 去到我們差不多坐下那個位置的角度 去拍攝 對 然後看出去的花園 放一點鏡頭 看出去的花園 都是很漂亮的 OK 所以這邊看電視 再掃一眼出去的花園 其實真的很棒 同時 這位業主的話 他也有很多自己選擇的一個傢俬 去添加進去 就像這個搖搖椅 是吧 就做一個裝飾 或者是有 如果有小孩 坐在這裡 這樣也OK 這樣也很棒 很溫馨 整個家庭 然後這邊 電視櫃 都是我們自己 這位業主朋友自己精心選擇的 他可能會喜歡這種風格多一點 然後電視 或者其他一些家電 其實都是會用一個軟裝的服務去搞定的 這些就不用自己想了 然後這邊的話 出來的兩張桌 我們可以看到一張兩人的一個桌和椅 這張桌椅的話 無論是放在外面還是放在裡面 我們都可以作為一個 就是 探茶 或者喝咖啡 OK 然後出來 這一邊有個洗衣機 洗衣機這個位置的話 我們都會幫業主先用一個 隔水隔熱的一個防護罩 那先罩住它 OK 然後這些插鬆位 未好插 因為未通電 住的時候才通電 這樣就安全一點 接著空調的外機 裝在這邊 然後會比較簡單的一個浪衣架 其實這一種浪衣架 好就好在甚麼呢 它就會更加結實 因為打了爆炸螺絲 這樣的話 就不會說 即是多三 它會墜下來 因為如果是普普通通的一種的話 它可能會 一多三 它就會墜下來 即是承受力不夠 然後我們再看的話 一樓 它會有一間房 這一間的房間 都是很正的 景觀都是很正的 在房間入面 看出去都是一個花園的位置 可以在那邊拍過來 有一個花園的位置 很正 然後這間房間 它有窗簾 是不是 它有床 有櫃 空調 這些都搞定了 這些掛畫 全部都是業主自己選擇的 還有一些掛鉤 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 還有一些掛鉤 其實它會搭配得很正 適合自己的風格 好像這間房間一樣 床褥、櫃和電器 是家裝服務包裏 其他一些床 還有梳妝桌、椅、掛畫 這些全部都是業主自己去選擇的 所以這間單位 很多一些細節位 其實會不同了 然後洗手間的一個鏡櫃 都是換了的 正常來說它是一塊鏡 它就換了一個鏡櫃 這個都是業主自己選擇的 然後這一邊的話 就是一個浴瓶 因為收樓時沒有這個玉瓶 到時 幫你進入傢俱時 都可以幫你選擇玉瓶 然後我們再進入廚房 廚房就不會太多東西新增 包裝修的話 基本是全包了 沒有的兩樣東西 就是一個雙門雪櫃位 即是雪櫃 沒有的就是一個雪櫃 都是後期去買的 OK 未開始用 全熟 然後還有一個熱水爐 或者一個熱水爐 OK 因為這一邊的話 它會是一個燃氣入戶 所以這邊它可以做燃氣熱水爐 是最方便最快的 就不用通電或儲水 因為不是說 經常在這裡住 久不久回來一次住 這一種是最好的 那麼 下面一樓的話 我們看完 馬上上去看看二樓是怎樣的 那麼我們現在上到二樓的話 首先我們看看二樓看出去是怎樣的 首先二樓看出去 第一眼進來的就是這一盞的吊燈 吊燈都可以是你自己喜歡哪一種款式 可以去選擇 這一種款式的話 就是我們業主自己去 非常知識享受生活 自己去選擇他喜歡的款式 非常漂亮 然後本身它是會有一個門的 這個Tarami的房間 它是一個門送給你的發展箱 但是業主打算 它會是想要開揚一點 這個房間 所以它就是拆了這套門 所以整間單位 整個Tarami的房間進來 很舒服的 有人安裝了一盞燈在裡面 很舒服 裡面的話 這個櫃是定制的 我們有家裝服務定制 這次Tarami的話 就是買回差不多大小的 一個床褥 可以看到完全全是一樣的 然後冷藏了幾天就裝在這裡 這兩張椅子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張椅子 所以為何說業主會享受 這兩張椅子簡直就是 我上到二樓 我進房間之前 我會在這裏看書 在這裏享受 看著甚麼觀看 轉身後看出去花園 這邊 多漂亮 一個中空的客廳 你這個位置設計成這樣 真是一樓 然後再進來這一邊的話 我們可以開燈看看 書房、兒童房的明色 然後這張床 它都是由業主去選擇的 因為它是一個梳化床 它如果要造成床的話 它可以直接放下來 就節省了很多空間 然後這些小小的書桌 和椅子都完成了 或者一張很小的地毯 這就是一個細節位 然後窗簾這些 家裝服務都是做好 然後再看看二樓的洗手間 其實二樓的洗手間都是一樣 它將這個鏡面 直接換成鏡櫃 就可以放更多東西 然後浴瓶 OK 再看看這間主人房 這間主人房 其實會細小的一樓的房間 但我覺得都可以 都可以放到一張大床 然後這張床 是業主自己選擇的 然後梳妝桌這些都是 而且它選擇的所有床 包括一樓的床 都是別有洞天的 就像這個位置一樣 它就會有一些貴的位置 整間單位是做得很漂亮很漂亮的 然後加裝服務 它會有所有的電器 你看到所有的電器 都是在加裝包裡面的 那這一間單位的話 它就是因為業主有自己個性的選擇 它就會有很多一些家師 主要都是它喜歡怎樣的款式 它會選好之後 我們會再幫它進行一個訂購 還有再加上一個家裝服務裡面的定制櫃 還有其他剩下的傢俱 還有所有的家電 都是包在一起的 那這個業主 他就比較多的 一些他自己喜歡的 一些高端一點的要求 就是七萬多元 去搞定這間單位的所有家師家電 整間單位都很漂亮 還有很多細節位 就做到真的很細心很棒 很多一些貴的收納位置 它會放得很好 就不會堆堆在一起 那同時的話 如果是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一些個性的選擇的話 我們大概五十多元 其實都可以是安裝了整間四房的單位 其實每個業主的一個選擇不同 所以我們可以提供一些套餐 即是家裝的套餐給你 你再去按照你自己的一個要求 我們再去修改 這個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是非常非常彈性的 OK 還有這間單位我再說一次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看回內圓它可以這麼開闊 以及整個內圓很色彩 很有活力 如果是看回外面的城市景 或者是看回後面的花園 或者是花藝場那邊的觀看 我們都是非常舒服 很開揚的 看過我們之前的介紹 但都會介紹其他單位的視像 都知道 因為我們不同的單位 看的位置不同 所以每一期其實推出來 即每一條影片推出來 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花園或者我們的羊塘看出去是怎樣的 都可以看回 如果買了大都會的業主 你如果真的買了四方單位 其實一個格局就是這樣 如果買了望花園的話 其實一個觀看就是這樣 都可以留意一下 歡迎繼續追蹤我們大灣區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不單有賣樓賣樓 以及我們任何扣樓的手續服務 還有我們後期的裝修 以及如現在的家裝的服務 都有齊了 所以一條龍服務了 以及我們現在在太子的始創中心大廈 19樓1930室 我們有行藝 置業一個線下門店展廳 會和大家進行服務 像你上到我們香港公司 我們會有同事跟你詳細介紹 或者是撥打我們的置業主意 同時我們也會有同事跟你聯繫 和你去 講解你想了解的東西 OK 歡迎繼續追蹤我們大灣區的YouTube頻道 同時我們會在這條影片的後面 就會播放一個我們這個單位 他一個家裝的製造的一個過程流程 因為我們每一個期間 我們都會有我們的同事上來拍攝 以及監工的 那也要看看 他的家裝究竟是怎樣裝得這麼漂亮的 OK 請留意我們接下來這一條影片的片段 請留意我們來自找詞 吃水餅 吃水餅 吃西餅 吃水餅 吃水餅 看不得真 吃水餅 吃水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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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